哈喽大家好呀我是小杂木 不知道大家平时玩国际服务的时候 遇到看不懂的文字的话是怎么翻译的呢 最近的话在整理认知榜的时候 因为要打出榜一的名字 但是有些文字的话是日文的不会打 就去搜索相关的识别工具 但是大部分的话都是要花钱的 而且使用起来的话也不是很方便 最后的话终于找到了一个免费的不知名小软件 软件的大小虽然说只有3MB多 但是功能的话却十分的齐全 所以打算做这一期的使用介绍视频 然后这边的话介绍一下这个软件的使用方法 首先的话为了提高软件的那个识别精确度 可以到识别语言试制这边填写你们要识别的语言 软件的话是提供一个翻译的功能的 我们可以填写相关的试制 然后我们来演示一下 首先的话要截图你们识别的语言 软件的话是自带一个截图工具的 比如说我们要识别这个语言 然后我们点击之后它会提交到软件这里 我们再到翻译这边点击识别并翻译 可以看到它把这个文字给那个识别出来了 这个是可以复制的 然后翻译的意思是可爱的鳄语 这个鳄语的话就是指那个段位 除了软件自带的截图工具之外呢 我们也可以用自带的一些QQ的一些截图工具 空选之后双击 它自动会提交到软件这里 我们点击识别并翻译 它会按照段落 我们如果为了顺序的话 可以把这个弄到前面 再点击那个识别并翻译 它会把前面那一句给翻译出来 大概意思是因为独特的强项很难刺重 呃翻译的话觉得挺模糊的 也可以把文字复制之后呢 用谷歌进行翻译 但是毕竟是激翻 所以说会有一些比较模糊的意思 总的来说这个软件还是非常不错的 好了以上的话就是这期视频的内容 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